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雲端上面有 所以請各位自行參考 你當然第一步就完成 向右拉 他就會出現 他乖乖的先幫我把前面的24個字 通通的按照格子一個一個字填上去了 可是問題還沒結束 可是24以後25 因為24加1 再來應該是24兩倍 應該48 48加1 49 所以下面這應該是49字開始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取 取後面的字的話 那要怎麼樣剛剛好可以取得24以後的 那個規則 那我們剛剛看到 他的這個地方呢 取得的位置 那就是 這個是1 從1開始 那這個應該是4 所以第4個字是性 性本善 第7個字 性相近 OK 有沒有 每三個每三個有規律的幫我取資料 但問題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夠再把它向下拉 他可以把三字經 全文的其他資料一樣都是三個三個三個的放的話 那這個時候後面 就必須再加一個 加個什麼 後面就要必須再加一個數字 加 什麼數字呢 加24的倍數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這邊 從1開始 下一列的話 應該從24 24加1 所以他的規則一定是 反正前面這個部分 就是有固定規 後面的話下一列就是要加多少 加24就對了 那 第1列的話呢 不加 第2列的話呢 就加24 第3列的話 加24兩倍 有沒有 所以喔 他的倍數是分別 0 1 2 3 24的幾倍嗎 240倍就是 0嘛 一樣0 所以不加喔 24的一倍 那就加24 24兩倍那就加48 所以後面這個規則要怎麼帶喔 那所以按照這個規則的話 我用這個 加上 你會發現喔 他原來 旁邊已經有個數字 1嘛 所以你用這個來 代替那個幾倍 可是問題他現在1喔 那可是第1次喔 他不能夠 加上24的一倍 所以你必須把它減掉 減掉1 減1之後的話呢 他就變成0嘛 那我先把它刮扶起來 為什麼 因為先減掉 1減掉 1那就0 後面加上乘上24 那意思就是說啦 我這一列喔 不用加24 那下一列的話 這個2嘛 2帶過來就是 2減掉1 那1嘛 1乘到2 剛好加24的一倍 那下一個3 3減掉1 變2 加2的兩倍 那就 完全符合我們要的喔 OK所以喔 後面就加這個啦 那再來的話還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呢 待會 我們的資料會 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我前面講過喔 就是說向下填滿會影響什麼 影響列的部分 比如說B1 跟這個 A2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他的 1會變成 2 2會變成3 可是問題喔 這個位置能不能變 這個位置不能變喔 所以記得喔 請你在1的前面怎麼樣 怎麼樣 加一個淺的符號 OK 好 加淺的 所以1一定要加淺的符號 那再來因為我等一下要向右 等於是有向右填滿 那這個位置不能變動 所以請你在A 前面加一個 淺的符號 好 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我們 就 完成這個公式了 實在是有點擁長 而且一個字都不能錯喔 那我是 用我的 理解這個 結構喔 所寫出來的公式 按確定之後 來看看 向右拉 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向下 直接點兩下也可以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整個那個 三字經的全文喔 他就變 馬上就變成表格式了 有沒有 看一下OK 原來應該是 也沒什麼問題 有沒有OK到這裡 以免利 OK 所以 那底下當然 全部都空 後面就沒有 就是因為他全部字都切完了 所以底下也不會顯示 好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剛剛比較重要的 大概有幾個地方 就是 後面的這個地方是加上去的 加上 要不要加24的倍數 那當然呢 我減1主要是因為這一列 你不要加24的倍數 下一列才要加 所以這邊記得要先 減完之後先把它刮戶起來 這第一個動作 所以我剛剛 Step 1 就是要不要加24的倍數 那第2個的話呢 就是 記得 請你在1列的 這個地方加錢的符號 跟 A欄的地方加錢的符號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這個上面的這個 1到8 位置不能變 因為如果變的話呢 他要抓 抓錯了資料 另外的話因為我們也會什麼 其實 向下拉之外 其實他總共有 有8個 所以其實也會向右拉 向右拉這個A欄的位置不能變動 所以請你 注意一定要在A前面加錢的話 否則 一定會失敗 那 這個做完之後 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這個OK 沒問題 那其實你可以變化一下 你可以 請你試試看 把 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下 複製的話就拖拉 拖拉到右邊 按Ctrl鍵 放開 左鍵 滑鼠左鍵 然後這邊的話 改成什麼 你就試欄好了 比如說一個變化題 這邊是8欄對不對 1到 1到8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希望 我要把 5到8欄刪除 我希望 請你改一下 我希望 人之初 信本善 信相敬 习相也 然後再來後面的資料 沒有了 再從第2列開始放 也就是說 道理一樣 那剛剛那個地方呢 是直接放8欄 可是這個地方呢 請你就放4欄就好 那怎麼做 OK 那甚至啦 請你還可以變化一下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可以直接改成整個就一欄 OK 一欄 感覺好像拉面 OK 那就是 好 那就全部假設啦 我這個不要 我要把 這邊全部都放在一起 那為什麼放一起 因為如果你將要做查詢的話 你就放在同一欄 查這一欄就好了 比如說我想知道 到底三字經裡面 有出現 那個關鍵字是什麼 比如說人意理智性 有沒有出現人 到底人意理智性到底哪一個 關鍵字最多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 或者說三字經裡面有沒有出現過 什麼關鍵字 在哪邊出現 那其實你就可以做個查詢系統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剛剛這個 關鍵 的那個 程式 我又把它 我剛剛寫的 其實就在這裡 把它mark 起來 怕說你們這個 難度蠻高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得出來 表示你應該是 蠻OK的 像我剛 改的 加的 把它 就mark 起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後面的話其實你們就可以試著改看 如果你說老實說我想要改成四欄就好 我不要八欄 八欄太多了我想四個欄位就好 或者說 老實說我想要放同一欄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說怎麼做 想想看 然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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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